第七十三章 皇上之忧 卢奔 刘仿 张斌 这三个人是真正的老同僚 北州的时候 卢奔任四位上士 深得武帝的信任 皇上因为怕太子学坏了 任命卢奔为太子小公尹 当时刘仿 正义和在座的张斌 也都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当差 所以啊 他们自从那时起 就在一处共事 其后呢 太子成为宣帝 此三人再加上正义等 仍为皇帝身边近尘 也是抬头不见 低头见 再至宣帝重病 他们又都一致拥护杨奔 辅佐小皇帝 并矫诏是杨奔做了大丞相 因此可以说 杨奔能有今日 他们几个人功不可没 可是等杨奔真正地做了皇上 刘仿升任驻国 改封疏国公 却没有了实际职务 只好在家赴贤 正义安了个 闲头更高的上驻国的身份 让他退休 张斌有权有职 却调离了京师 还在朝廷担任职务的 旧圣卢奔一人 哎呦 还是你好啊 能一直得到圣上信任 三个人坐定 留房举杯 然后他说 来 为卢大人干一杯 祝他福兴高照 关运亨通 好什么呀 三个人碰杯 皆一饮而尽 酒下肚之后 卢奔放愤愤然地倒 过去 咱们为大丞相抬轿子 把他捧到了天子之位 木下 已不过 还是个只能在旁边 做个侍卫官而已 当今 朝政却为高炯 苏维李德林 等几个书生把持着 哎 高炯能打仗 这个咱清楚 张斌补充说 不过 他究竟有多大个能耐 并已不登天 做了个宰相 咱就不甚了了了 留房接过话头 他有个屁的本事 还不是靠独孤家的关系 攀上去的 对 卢奔副长道 本事啊 这东西 很难讲明白 你刘大人 还有张大人 没才干 曾经不都是先帝 呱呱叫的谋臣吗 不比那高炯和苏维这些人强 况且啊 咱们的功劳 皆远比他们大呢 还有 咱听说大叶城 都是新军长使 李循 为伪攻出的谋 可是到头来呢 功都记在了高炯的身上 这 这公平吗 来来来来来 喝酒 喝酒 刘仿今日的言语不多 却一扫近日的晦气 觉得通体畅快 初来散心 不平则鸣的卢奔 也是找到了一个 极佳的发泄处去 极致酒憨耳热之际 这三个人 你一言 我一语 竟溢出个 罢处高炯和苏维的奏折 而且在此折子中 更是直接提出 以上驻国元邪 李循和刘仿 卢奔 张斌等五人 组成一个 为皇上辅证的 新班子 说来也怪 自李顺走后 文帝的心 就常常感到 空落落的 其实 自阳间担任大丞相以来 朱氏繁多 经常留宿相府 而很少回到阳宅 与管理家务的李顺 很少谋面 偶尔即使碰到 彼此亦很少说话 可是当这位手足兄弟 一旦真正地离去 方倍感不舍 心似空了一样 登基以来 白氏缠身的皇上 处置政务的时候 自是心无旁骛 但是 美林深夜旧寝 极感心虚不宁 这天夜间 旧寝不久的文帝 积作了一个梦 他梦见 早朝因为奏艺之始多 一直延续到了 日头偏西 方才结束 文帝在宦官太监 和侍卫的簇拥之下 离开了义士的大德殿 上了御驾 这时候 独孤皇后 已经在车内 等候了很久 按照往日的惯例 文帝先送独孤皇后 回洪圣宫 之后 自己才回 林光殿去 皇上的车架 始至 洪圣宫的门口 文帝先下了车 待皇后下车以后 夫妻作别 文帝正欲上车离衣去 却见一个 雍容华贵的妇人 手牵着一男儿 朝这边走来 文帝迟疑了一下 见那女子 像是朝自己招手 就索性停在 车门的旁边 带那女子走得近前 杨坚才看清楚 走过来的 竟然是自己的女儿 已经废的皇太后 杨丽华 她手中牵的男孩 则是已废的禁地 近日重逢的借国公 女儿走到父亲面前 拽着八岁的借公 那头就外 已废天元皇太后 和已废禁地 待见文皇帝 杨坚见此 历时想起几个月前 自己作为大丞相 跪在皇太后 杨丽华面前的情形 真可谓是 此一时彼一时 她随即对她说道 如有何事 取来讲吧 不必了 杨丽华执拗地 跪在地上 秀丽的眸子里 闪烁着 两团仇恨的目光 奴婢想说的是 这大好江山和后宫的 所有殿宇 原本都是咱宇文家的 但是幕下 却只让咱孤儿寡母 住进了两间狭窄的小社 即便如此 咱也都忍了 忍了 可是陛下为啥 还要派精卫军 分别监视咱们娘脸 连借宫的姑奶奶 要来见一面都不让 丽华 你反了 正当杨坚被问得 无言以对的时候 只听独孤皇后 大喝一声 迅计地 从一名侍卫的腰间 拔出了一柄利剑 就朝跪地的母子 看了过去 杨坚一声惊叫 用手去拦 待他冷汗淋漓地 翻身坐起的时候 放置到 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此时 在外间执勤的 太监和侍卫 闻声赶进房来 皇上只好掩饰说 口渴了 想喝水 待太监把水端来 他喝了一口 再又睡一下 次日 天刚见亮 杜姑夫人就乘坐 皇后的车年 从洪圣宫 来到皇上的寝宫 林光殿的门口 再换乘 闻帝御驾 陪同皇上 去上早朝 文帝 闻帝进入文武百官 义室的大德殿 皇后则在门厅等候 直至散朝 再陪丈夫 一同回各自的寝殿 一开始 对皇后的陪同 有的大臣 私下颇有微词 可是时间一长 也就司空见惯了 这一天 文帝上车之后 便心有余悸地 把昨晚所做的梦 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夫人 下朝之后 独孤夫人 没有立即 回到洪圣宫 而是与圣上 一同回到林光殿 把余悸才照来 听其嬉梦 余悸才 带文帝 把昨晚所做的梦 说完 未立即作答 而是用他那 花白长寿眉下的 一双眸子 莫测高深地 扫视着 这间宽敞高大的客厅 厅内两柱都很粗大 笋接的 亦是很牢固 珠红之底漆上 盘着一条条 凸显之金龙 名副其实的 雕梁画洞 厅与天井相连接 之间用一扇扇 镂空的木门相隔 每扇门的上眼和下眼 都刻着极其细腻的 山水人物 花鸟鱼虫 然而 宏大富丽的厅内 按主人一贯的 简朴作风 陈设 却是十分简单 做官良久之后 于济才 竟然仰视着客厅的早景 出人意料地 从口中冒出了一句 此乃阴宅 若想不做噩梦 为其搬家意图 奴婢也正是这么想的 都孤皇后快人快语 笑着问道 若以先生之见 宫内 哪座宫殿的风水最好呀 都不好 臣下以为 这宫城里 已无一座 一居之殿 圣上不要光看 宫殿的外表 都还光鲜亮丽 典雅庄严 那皆是 障人眼目的 请圣上和 皇后娘娘 想一想 直属宫内 近几十年 发生过的事 看看还有没有 一座宫殿 是没有死过人的 更别说 此间的宫殿 少则百十年 多则已有数百年 哪有一间屋里 不曾是刀光剑影 叠血连连 引气逼人的 如此说来 先生要朕搬往何处 文帝面显不悦地问道 未尽以来 万岁爷的江山 都不能久长 更堪忧的是 一个一个都还坐不到 寿中正寝 为什么会这样呢 皆为古斋阴气 一年重死一年 而今 改朝换代了 也应该考虑 把京师也挪一挪 方式江山 稳固久长 哦 文帝 注目以示 竟然没了言语 好 于济才望着 惊愕的皇上 他说道 圣上以为济才 是在故作威严 啊 哪里哪里 文帝忙道 先生之言 虽有道理 只是 如果只是造一座 宫殿也就罢了 若在当下 要再造一座都城 让京师的官民 来个大搬迁 谈何容易啊 供想想 那要征集多少民意和资财 朕正想着 让百姓和官兵 养精蓄锐一些时日 再举全国之力 办件大事呢 何为大事 以臣下之鉴 当务之急是迁都 先必邪气 师来运转之后 才能做其他考虑 先受所言极是 都姑皇后 不假思索得到 先建个新都 吐个几粒马 别的事来日方长 皆可从长计议 文帝对于庆才 一向都是言听计从的 可是此次 则不以为然地说 唉 能不能先把江山底气 聚散得更足一些 使家和国都更富裕一点 再考虑迁都的事 啊 那自然也行 雨季才复合说 本来是气候宜人 正好睡觉的春夜 可是文帝就是无法安静 他夜里 批月骚张 一暗 睡得本来就晚 可是一躺下 正要入睡 却分明听见 有小孩 嬰嬰提哭 他把两个耳朵 藏到被子里 可是那扰人的声音 追心刺骨 更是不绝于耳 他于是索性坐了起来 张耳细听 四壁 却是万籁俱寂 了无声息 只好 又躺下 可是刚一合言 小孩之嬰嬰哭声 则更为甚人 就这样 他翻来覆去 在龙榻上 折腾了一夜 此日一早 坐在上朝的车里 独孤夫人见丈夫 美精打采的样子 他就问道 瘦瘦哪里不舒服呀 没啥 这没啥儿子 是文帝的口头禅 有时候口说没啥 其实还是有点什么 文帝终于说了 昨夜没睡好 一闭眼 老听有个小孩在哭 但睁开眼睛 却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你说怪不怪呀 殷宅 于大人说得不错 渡姑皇后说 圣上 今夜就到奴婢的 洪圣宫来住吧 咱那儿还好 算了 文帝想了一会儿 太爽 咱那岸上放的东西 又洒又多 搬来搬去的 弄乱了很麻烦 那咱今夜 就到圣上这边来 倒是想见识见识 林光殿里的孤魂野鬼 行 你今晚就来试试吧 说话间 皇上乘坐的玉年 已经停在了上朝的大殿门前 文帝秦政 有口皆碑 常为文武大臣所称道 他上朝 往往都比臣下来得早 散朝以后 还要与有关方面的大臣 商量处置一些急物 有时候拖的时辰长了 还和大臣们一到 就在朝堂用膳 这一天 朝义一开始 就立即呈现出紧张的气氛 以心直口快著称的 智书氏 御史 凉皮 首先上奏 状告刘芳 他义愤填膺地道 刘芳地位是公爵 为品级最高的官员 享受那么丰厚的俸禄 非但不能以身作则 还成京师积锦 朝廷颁布禁酒令的时候 开店卖酒 这种官员 若不绳之以法 怎能止住歪风 刘大人卖酒事 朕已知晓 文帝立即做出了回应 正如梁皮所言 他想丰厚的俸禄 不愁吃喝 朕看 刘芳开酒店 并非为力 师则是冲着朕来的 朕只给了他爵位 而没有安排他主事 他不满意 才以此对朕发泄不满 其实啊 朕哪会存心与他过不去 只是给了他主事的权利 他会用心地去使用吗 他做官 如果只是为了肆意妄为 朕敢用他 朕可不想做那些荒淫无道 断命之君呢 刘芳乃是有恃无恐 知法犯法 说重点 是有意犯上作乱 总不能就不闻不问吧 那时间 兼立部尚书于庆泽 是管官之官 他出般奏道 今日既然说开了 暂且就将此人做个特例吧 文帝不想 让曾在关键时刻 帮过自己的刘芳 因为与自己赌气而获罪 于是他说道 朕听人说 刘芳的酒店 那里挂的全是名人字画 摆设也是极尽奢华 卖的还是名酒 时下 一般庶民连填饱肚皮 都成了问题 还能光顾那么奢靡的酒店吗 朕今日正好借此机会 有言在先 刘芳已是过气官吏 朕放他一马 但只要发现 有在职官员于春荒之计 有饮酒者 立马严惩不待 此意便由此打住 接着 那言苏微奏译说 长安自西汉与此建都史 迄今已近八百年 其间既经战乱 虽经修器 改造 终因地处狭小 以不宜做当今的都城 价值 饮水也以咸色 不宜饮用 愿陛下顺万民之心 为千玺之计 对此 李德林则当庭提出异议 他说 那言之言 貌似有理 却四肢不周 当下 北南林邦 对我皆虎视眈眈 外患未去 及大兴土木 将大量人力物力 投入迁都 输为不妥 不妥 不妥